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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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Kerch 很開心就是 因為幾年前呢 曾經把麥克風放下 在幾年之後 很感謝和樂 讓我把麥克風 再撿起來 我告訴自己 撿起這個麥克風 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真心的話 今天呢這場 記者會 會很簡單也很短 大概15分鐘 也沒有誰會突然來送驚喜的禮物 也沒有什麼特別環節嘉賓 就是一段 心裡話 我相信 其實大家都做過很多次的 記者會 有時候都會問自己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音樂 為什麼要做創作 為什麼要拍電影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 當我在放下麥克風的 那時候呢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大家真的在乎 你花了多少錢拍MV 然後你賺了多少錢 賠了多少錢 你的戀愛對象是誰 這些東西真的重要嗎 所以我放下 所以我放下了 然後去追我的電影夢 拍電影 就像 鏡周刊寫的一樣 我賠了很多錢 雖然說他的數字不太對 但是的確可以幫了我所有的積蓄 可是你知道嗎 我根本在意跟難過的事情 都不是這個 因為以前就很窮了 我只是回到大學的時代 對 一窮二白的時刻 如此而已 電影在去年的10月26號上映 其實在前兩天你就會知道 大概上映的結果會怎麼樣 那時候每一天我都在跑宣傳 我知道排天不很高 因為大家不相信一個歌手 能夠拍好一個電影 能夠真心的想要做一個電影夢 我就在知道結果以後 我在每一個校園裡面 我怕他們沒有看到 因為排天不高 我去跟每一個人 講一次這個劇本 直到看到有人聽到這個故事 摔了一下 我就 也許我沒有做錯這件事情 但其實 我在那每一天晚上回到飯店的時候呢 我都在想 為什麼人生會如此艱難 對 有時候你要做的夢是會碎 難過的不是你賣了多少錢 難過的不是你失敗 難過的是 在這過程當中我失去了最重要的情人 而他沒有辦法坐在現場看那個電影 這是我覺得 而且那些東西是玩不回的 就為了自己追夢的過程 那些東西是你已經失去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才開始 開始想 我到底 愛這些東西 會這些東西要幹什麼 為什麼會寫歌 想要寫歌 想要寫歌 想要不斷的做創作 然後想要寫劇本 想要拍東西 我要想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後來 啊 想通了 其實 原來自己 不重要 沒那麼重要的 寫歌最有趣的地方 寫劇本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你會突然有一刻 寫到一首 自己心裡的好歌的時候 你會起雞皮疙瘩 然後你幫其他的歌手寫歌 如果你寫到他的心裡話 那些不常說出來的話的時候 你好像 可以碰觸到對方的靈魂 就那麼一下下 然後 可以把它創作出來 這些歌其實原本就在那裡了 就是 應該說我們只是個 信差 然後能夠送信 把這些歌送給大家 所以呢 我覺得已經開始做了這個 我幾年前就想做 但創作公司那時候 並不太理解 這個新的計畫 我不再只是做一張創片 不再只是 發幾個 也有新歌 打幾個榜 然後 拍幾個MV 我想做一個 能夠讓大家看到 那個讓我請雞皮疙瘩的時刻 那一個可能是你不常跟別說 的心裡話 所以 我跟和樂 他們相信我做這件事情 我們做了一個新的社會影音小說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小說裡面的片章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一首主題曲 而且 你小聲的說 我們會用心的聽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 你說 我聽著 大家看到 黃金明 我們都記得 他連續兩年十九勝的時候 大家每一天在熬夜看他 打球 然後你彷彿知道每一個細節 然後每一次回來的時候 都是萬人空巷 可是沒有人知道 他花了六年 再站回那個投手球 只有跟著他拍的那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維亞哥 每一天跟著他 跟著他的希望是5% 我聽他講 我才知道 他只有5%的夠再回去 每一年 那個希望就會再緊一點 因為你也許會不會回去 對我來講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才是 最迷人的地方 如果你不要去問他那些無聊的花邊 不要去問各種東西的時候 你會找到一個最真心的答案 惠若琪 女排冠軍 他為什麼會流淚 其實是因為我給他看了 王金明的影片 他們有一樣的傷 一個在左肩 一個在右肩 在做那個復健的時候 他看著兩個運動員 兩個並不相識 完全會來對方 可是看到同樣一個動作的時候 打開了他們心裡 最深處這個迷人 然後他痛哭流淒 哪裝都花了 我看到的時候我也 不自覺 我第一次 就是 看到別人 然後這樣流淚 我彷彿能夠感同神獸 彷彿能夠聽到他們心裡的話 你說好 你說好 當他願意跟大家分享 Life is so hard 可是很多的網友 你會看到一些回應說 你已經賺了六千萬美金了 你怎麼可以說生活艱難 有時候你不知道的是 也許他還是那個 握在隊友的沙發上 只想打球的人 可是 對他還講 這才是快樂 有時候 有些艱難是 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不一定 多如一所謂 但是 你還會繼續的去 努力 你說我聽著的這個計畫 我們還有 跟很多人對談 寫出很多不同的歌曲 女強人 女強人要怎麼樣的 在肩強底下 面對自己的傷口 所謂的loser 大家覺得他很可笑的loser 他到底怎麼樣 跟這個世界摩擦 甚至 曾經自殺未遂 有抑鬱症 他為什麼想要活下來 最後我們甚至跟一個作家 聊到了生死 他點寫了我一個 超大的疑問 發現原來我是 在生死之前 在時間之前 我是如此的自私 這裡面有太多很有趣的 如果你真的要問那些 其實平常不會問的問題 也是會得到一盤意外的答案 而這一切都值得 成為一首歌 對 我希望 就是接下來要做這件事情 大家 會喜歡之外 也能夠把你們的感觸 丟進來 這歌詞並沒有寫完 每一首歌 它裡面的歌詞 有一些是他們啟發我的 有些是網友啟發我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 讓它變成一個 很有趣的互動 對 那應該是大家的歌 這就是我想做的 然後我們謝謝而樂 他們相信這件事情 他們看到這件事情 也有被感動 然後我希望 所有朋友都能夠 有被感動 就是這樣 您說我聽的 謝謝